接下来三十多天的美国大选和共产党之间的较量是一体的 美国有大选就有这种事关共产党的政治 然后大选前大选后 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巧妙 是没有人能停下来的 大选后灭共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指望美国灭共 还是指望我们自己 还是指望我们战友 特别是国内那些绝大多数的 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好人 坚决和我们站在一起 灭共的各领域的人 你们会看到很多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你们会看到我们内部的战友会有多大的行动 最后我要说的事情 要想革命 不准备好失败 牺牲付出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要想革命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没有强大的国际上的影响力 没有强大的人才团队 是不可能成功的 美国欧洲全世界的资源 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手段 和合作伙伴 最后一定是我们的战友 和国内的战友们 一起将共产党将它扫平 扫出中国 建立一个有法治 独立的法治系统 信仰自由 让世界人民信任的 一个新中国联邦 我们要让香港 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让台湾 成为一个独立的 安全的一个岛 让台湾人再不会回到恐惧中 让西藏 让蒙古 都成为一个独立的 政治运作体制 让他们活在无恐惧当中 让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自由 保留自己的美好的文化 中国不会崩塌 只有让蒙古 让西藏 让台湾 让香港 甚至广东 让他们形成独立的强大 中国会更强大 更安全 因为今天的世界有互联网 有现代化的高科技 已经不是过去 过去的军阀 就是 就是带个佛 佛就是几个强势的 个人利益集团 现在无人飞机 几分钟就将你铲平 你罚什么罚 你只要这样称佛 就将你灭了 最后所有的政治实体 必须服从 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就是全人类的历史学家 都预测过的 当人类的科技和文明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最终就不会再存在什么独裁 也不会存在 那些黑社会 黑帮 因为太容易将你搞定了 因为所有的流民黑社会 和独裁就那几个人 几个家庭 将那几个人搞定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 军方最想做的事 对中共已经很清楚 必须对几个家族实行斩首 对几个家族实行斩首之后 中国迅速解放 所有人类都得到解放 就是这么简单 对几个家族实行动